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格采羊的有118例 另外有11例是影转羊 内容数是11827 今天可能会解割很多 大概有5566人 不过还要再做整个快篩 按照今天新的指引来做一个快篩 至于外縣市相关的确诊个案数有61例 所占的比例38% 所以外縣市平均这几天 新北市虽然都是140例左右 外縣市跟我们有相关系的大概都 维持大概都四成左右 那像这里面最高的还是台北市有48人 因为共同的生活圈 基隆四人 桃园四五人 其他的外縣市除了花莲各案以外 外縣市的比例比较低 所以相对的因为北北基塔都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所以相对的互相的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新北市面对防疫 我想北部的共同的防疫生活圈一定集中在北北基塔四个县市 所以这个对我们新北市对其他县市也都有相对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大家一起面对一起加油 至于我们今天绕三重的整个居家照护灌烈中心的组组相关的图表 就请大家来做参与 至于有关灌烈中心的包括环保署的一些相关作为 垃圾的亲衣大家比较关心的 我们都会专业的方式来协助家户来做垃圾亲衣 包括我们居家照护者的环境情节跟周围的环境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只要有这个居家照护的切的个案 这个我们都会肉食把它做好 请大家安心 谢谢大家 谢谢侯市长的说明 接下来进入媒体提问时间 首先我们请中央社的沈佩瑶 市长想请问指挥官陈时中上午在广播节目中说 未来如果有高风险地区快筛 会由公家来协助像基隆的类普塞一次就发20万机下去 陈时中同时也提到北北基桃是高风险区 那您会期待中央在新北进行类普塞吗 一次20万机对新北来说够吗 这样子啊 新北是全国从去年到现在 一直成立最多的社区栽检站 我们成立了31个社区栽检站 而且不断的栽检到现在没有停止过 所以我们新北市大概全国的栽检量 新北市一定占第一年 我们栽检量已经达到55万 这是在礼拜天之前的统计55万 现在可能不止 这只是在社区栽检站 并没有包括我们专案的栽检 所以如果把专案栽检这样加上去 那就不止这些栽木 所以其实新北市已经投下很多资源 都是在社区的栽检 那这段时间像三峡的个案 尤其三峡的个案 很多都是学生 家长 还有老师 我们就普花整个塞剂给大家筛检 所以光这段时间我们专案的筛检 大概就花了2万剂给学生家长 还有老师 所以新北市在整个筛检 用快塞试剂也好 做PCR也好 大概都是全国量做的最高的 如果中央有意识要增加 花多点的快塞试剂给新北市 新北市都乐观其成 好 接下来我们请TVBS刘慧宇 市长好 想请教的是 新北清症无症状居家隔离 会变成家户感染扩大吗 那请问新北有估算 在家感染的会变成2倍4倍或更多吗 以及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的是 新北职栏 职棒职栏或演唱会 诸如此类的大型活动 未来防疫会加盐控管吗 谢谢 好 我想 这个目前我们居家照护 我们都会设电子围离 那确诊者以及他的家人 是一起居隔 所以其实他们是不能走出家门 绝大部分的家户同栋楼的感染 都是来自于共同使用的 梯厅 大门等等的地方 那另外呢 在这个居家里面 我们也会予以畏教 让他们做环境的清销 以及注意通风 来降低病毒的量 那另外呢 在大型的活动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呼吁 因为现在大家 经济 生活 防疫要共存 所以呢 就很多的活动 会照常取行 但是要落实防疫的作为 每一个活动来 我们都会予以 审视它的防疫作为 那也呼吁 做这些活动的主办单位 要注意这个防疫的地方呢 都要予以注意 然后能够落实确实的执行 媒体朋友还有其他提问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记者会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谢谢各位 谢谢